衍生集團全力支持 萬眾抗疫齊解憂 節目播放至今 感恩得到衍生集團鼎力的支持 除了捐贈快速測試包之外 現在更加捐贈蓮花清廢茶給我們 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幫助 而且他們還冠名贊助這個節目 與我們同心同行 將基督的平安和愛的種子 散播在人群內每一個角落 觀眾都可以跟曾sir去 7天還可以起了一些鬥苗出來 你可能在隔壁的時候可以做 或者健康沒有病沒有痛的時候 在辦公室中 我覺得7天可以解憂的方法是 你那天有沒有曬洞? 我沒有 他們很多工作人員的手 他們只是紅了一疊 後疫症時代 即第五波 你不知道接著有多少波 這個時代已經踏入一個沒得回頭了 即是你那個限聚令 和隔壁的狀態 催生了我們自己的行業 媒體行業 都變成了一個新媒體 我們經常說 是一個有溫度式的虛擬世界 原宇宙其實是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新的時代的特色 其實是一個信息的文明 用視像的方法去將不同的地方的人接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再新的方法 是好像幸福小組一樣 幸福小組其實它是將我們的大型報道會那種報道策略 去變成不是一個中心去做報道會 而是分散了很多不同的單位的人去做小組 在這個末世的時候都繼續在這裏做出分力 其實我們自己思維都會改變 有些東西是永恆不變的 即是好像你的信息 你可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表達 不用科技去表達 但你一定要有信息 時代怎樣變 人怎樣變 其實他們聽信息的時候 可能感情是一樣 還有我覺得一家人家裡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應該要出來 就是怎樣去維繫一個家人的關係 我們都有一個詩歌叫回家 就是很想大家回來了 我們一家人獅子山下 我們現在雖然是疫情 就是生活一定有好又不好的時候 但是我們怎樣共同去經歷呢 這條路上我們手拉手 這條路上我們夠患難 這條路上我們絕不能回頭 我們從性為香港的氣氧 我們從新平安的祝福 為祝福 呼吸好將一在天地吹下 是在下我們羊羽 迎來大地呼吸 我们有命来感应复兴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埋怨疫情 令到我们停滞不前 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其实有危才有机 可能是这样才令到我们会变通 创新 好像最近有一位牧师 就发起元宇宙教会 那究竟跟我们以往的实体教会 或者是现在最近网上崇拜有什么不同呢 那现在我们就找来 元宇宙教会的发起人 林以洛牧师 跟我们分享一下 林牧师你好 你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元宇宙教会的想法呢 去年我在内地回来的时候 全世界最大新闻就是Facebook改名叫Meta 那为什么要改名呢 跟Meta是什么来的呢 后来研究原来就是Metaverse 那个中文译造元宇宙教 即是元宇宙 元宇宙的里面其实具有很简单的东西 其实虚拟世界一早已经存在了 不是一些新的东西 AR、VR完全不是新的东西 但现实世界我们很清楚 几千年 但如何将虚拟与现实结合 面后能够产生一个经济效益呢 就是现在为什么会一直唱得这么紧要 究竟教会能否在内地去做一些东西呢 就引起了这样的想法 那可不可以多说一些元宇宙教会的特色又是怎样呢 我想元宇宙教会因为它是讲穿一些 它是一个online的教会 只不过它能够将一个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结合的缘故 你就比较真实一些 就不是平便一些 但是它就没有远辜界了 它也没有任何的障碍 还有它可以透过AR、VR入去 代表自己的时候呢 它那个真正的我又不需要是衍生 有相当之大的一个私隐权 因为元宇宙一个叫做无限空间 你在里面是可以 应该理论上大部分人都可以 一同去参与共创 当你共创之后 你就可以一起共享 因为共享永远都是这个internet的世界的精神 最后共荣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 可以因为有共创的缘故 大家可以得罪荣耀 一起都可以参与 一起可以贡献这个是很充足的 但是既然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但是为什么你又会改做me church呢 me就不是代表我的 因为当时我们的质量很大 这样是不是很强调自我 我怎么都不用I 为什么不用I 因为I就是很自我 me是讲的matter 就是matterverse 前面那两个字幕 代表着原意就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你觉得会不会 其实只是在疫情里面发现 即发生了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去处理 但是真的不够实体的那种震撼性 参与程度那样呢 绝对明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宇宙教会就不可以完全代替实体教会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都是等于这样 没有人想过宇宙教会 原宇宙的世界可以代替一个真实的世界 好处就是大家 就是我又不用出门口 你又不用出门口 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面 但我仍然可以参观到一个群体的敬拜 但我们又可以交流了 已经有一些访真度很高的一个聚会 那你会开始挺享受的 因为我又不怕回到这个教会里面又受感染 也都有人仍然很害怕 因为这个宇宙是回教会的 那他们的宇宙教会就可以处理了这些问题 那你曾经分享过 就是原宇宙其实是可以发挥到 神那个丰富多元性 那其实可不可以再解释多一点这个概念 因为在宇宙世界里面 某程度上它是无限的 还有你能够做到的东西是超乎你想象的 例如很简单 我跳舞是很差的 我唱歌又不太好 但是我在这个艾伏特里面 我是可以跳舞跳得很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幕后有个人帮我跳 那个公仔在移动 在里面的figure在移动 唱歌我找个代唱可以做得到 那我突然间那个 我会思考到就是 原本真实的临与乐的限制很大 大家在宇宙世界的限制就很小了 我怎么设计怎么去做 怎么去表演都可以 我怎么表达都可以 它有很多元素可以加进去 变成了相当之丰富的东西 谢谢林牧师 无论疫情怎样 都希望无助我们敬拜上帝 和传福音的心志 哈啰 温 Sir 我们今集有什么运动可以做 今天我们会用这个弹力带进行一个肌力训练 好了 那我们可以放一条弹力带 好 其中一边我们会用右手 调一个圈 好 另一边我们就可以用脚踩着它 好了 那我们就要调教这个弹力带的张力 好 像背书包那样 就将弹力带 我们就会转到上臂的后方 好了 留意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肩膀先向后打一个圈 放松 然后就延伸肩膀向你的右边 好了 我们试试吸一口气 呼气的时候 上臂向下屈曲 好 慢慢上回来 好 来多一下 第二下 对了 好 上回去 拳头大约落到肩膀的水平 这样就可以了 大约每边就会做12至15下 留意我们下去的时候正常速度 上来的时候反而是要放慢速度 因为这是一个离心收缩 这样效果就会更加好 好 那我们做完一边 就可以做另外一边 都是一样左手翘一个圈 好 接着另外一边就用左脚踩着 都是一样好像背书包那样 放在我们的上臂上 好 接着我们再来多12至15下 好 下去上回来 对了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动作 主要是练习我们的激上机 激下机 小圆机 以及肩甲下机 对于50肩是很有帮助的 好 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放下这条带了 咦 但我家里没有这条带了 我可不可以拉车绳可以吗 呃 拉车绳吗 是啊 那条绳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勾呢 我就觉得有点危险 是啊 是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水瓶 代替这个弹力带 照做回刚才原本的动作 因为水瓶是有一定的重量 亦都可以强化到我们肩膊的肌肉 嗯 好 谢谢王Sir 王Sir 王Sir 这条弹力带还可以做些什么运动 啊 景云 我们就可以用弹力带去练一下我们背脊的肌肉 好 那么我们可以转过来 是 伸直一只脚 好了 那么把这条弹力带呢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前脚掌的位置 好了 另外两边呢 你就可以两只手转一个圈 是的 那么我们就要坐直个人 挺直条腰 放松个肩膀 好 那么我们试下吸一口气 呼气的时候用力用肩胰骨 拉去后面 好 接着放松 好 再来到吸一口气 呼气的时候用肩胳骨 拉自己个人去后面 肩胳骨是否就是我们的鸡翼位 是的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背部 一个深层的肌肉 凌形肌 通常我们这个位置就比较紧 和不是很够力的 那 景云 你要留意前臂 我们要放松就不要用手臂用力 而是用肩胳骨拉去后面 背脚用力 嗯 即是不会做到手乖起箭了 是的 我们主要是练习背部的肌肉 那我们做12至15下就足够了 明白了 是的 如果做完之后 你觉不觉得背脚会比较累 我觉得后面稚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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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好的 旁边再一个伸计 吃点灰稚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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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稚套 我觉得做了这几集的运动之后 就算智力和体能也有提升 大家回去也不妨一试 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 亚洲博览馆有一班医护人员 努力地照顾一班确诊的长者 今天我们请了其中一位 亚博助理护士杨林 跟我们分享一下 杨林 你好 你好 善仪老师 你是在亚博照顾哪一类病人 我们这班病人 是有社区转介过来的长者 那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们都是确诊了 他们自己都是一班长期病患者 例如有糖尿病 高血压 中风 伤血管疾病 当他确诊之后 有病发症 有这些症状 比如发烧 最有危险的就是含氧量会降低 通常我们正常的人的含氧量 就是95-100% 但他们的含氧量可能只有88-93%之间 好 稍后再谈谈确诊的长者 他们的情况 你自己都很忙 是不是 做了这一份工作之后 是 我就是上夜间的 上通宵间的 我们上班的时间 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的 我们通常每一天 自己又要做客串检测 又要换衫 又要穿保护装备 基本上是连食饭的时间都没有 又要提早半个钟进去 进去区里面 我们要跟A家的同事交班 要谈谈病人的状况 我们要来晚上多些监察 多些注意 所以睡觉的时间很少 只有四五个小时 每日如是 每日如是 你维持了这次已经是几个月的时间 都差不多 那你最辛苦的时候是怎样 最辛苦的就是今年的装备 跟前年不一样 今年真的要戴N95口罩 我们12个钟里面 是尽量都减少 出出天天 12个钟里面只是出来两次 即7点半入课 到半夜一两点 才为止出来一次 休息一下 喝点水 去厕所 之后又去入课 我一直到做到天亮 所以都知道 一个这样的环境 不可以吃太多东西 不可以喝太多水 每次我们喝水 都只能够200米 半杯左右 就是减少去厕所 所以那个辛苦程度 是很艰难的 因为不可以喝太多水 我的牙蚤是局部发炎 含农差不多二十多天 加上每天身边也有同事 也有几个同事确诊 所以心理压力也很大 加上照顾这帮 今年这次确诊的院友 长者的压力也很大 说到场馆 其实是很大的 它的划分是怎样的呢 它的划分是 一个屋里有分A和B两个区 A区三个宋 B区三个宋 每一个宋里有六十张床 每一个宋里有六十张床 都很辛苦 都可以想象到 因为距离也很远 很远 经常都要走来走去 是的 我们一个宋里有六十个长者 是由头跑到 街头跑到街尾 都看到很多同事 都觉得我的脚趾 血水泡 都很辛酸 但是有没有想法放弃呢 这么辛苦 不会 自己本身都做了安律院舍 都十几年了 当我知道 今年又来了 我都祈祷上帝 上帝又很愿意 去为你使用 为你服侍 都愿意去 将你给我的恩赐 和经验 去照顾那些长者 这段时间这么艰难 自己又辛苦 但你看到病者 都会有难过的情况 有没有祈祷得力 信仰如何帮你呢 其实这一关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当他们 含养量降低的时候 呼吸困难 我们都要想很多方法 去帮助那些长者 而且他们的生命表征 突然间几秒之内 会迅速下跌 求耶稣 耶稣说求你救一下他 当时的情形 是很危急的 没得我去想很多 当然了 现在我很多时候 安静到你那时 想起这些情形 其实 他们的生命很脆弱 其实自己很多时候 都很想哭 我都是时常在想 如果老人家 可以健康的时候 可以信主 真是多好呢 这是我自己看到的 那你自己都是天下华人 唱出好诗歌的大赛的学员 那你有没有用诗歌来 帮自己解开这个忧虑 会啊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首诗歌的 因为我们的见证 不是单单的说 是真的要用自己的生命 要行动 要走出的 那我曾经就是 因为声带手术 就失声的 那我猜不到 我会有今天 猜不到我会有今天 可以说回话了 所以就是上帝医治我 令我的生命 辟通有第二次 那时我就觉得 我要用我自己的生命 去看着那些人家 我要去上帝 去修过这个恶场 比如传福音的对象 都可以同时不慢 身边有这么多同事 都可以与他们传福音 那你自己会不会 时时唱一首诗歌 我最喜欢 甚至乎参赛那首诗歌 都是活着胃 要敬拜你 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 去为上帝使用 要见证神 要荣耀神 多谢你 多谢你的分享 多谢 第五波疫情持续了几个月 大家是不是很想亲亲大自然呢 早前因为少了菜运来香港 令我们要熬贵菜 不如我们学习如何在家中菜吃吧 今天我专程来到元朗 找一位解忧农夫请教一下 哈啰, 曾神 你好 你好 这是什么 这是碗豆 是 豆类一种 好的 好像我们的首饰 是呀, 很漂亮 我很喜欢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种碗豆皮呢 它比较干净, 简单, 卫生 你看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程序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你看到它的程序了 一个一扣一扣 去到第七日就可以收成了 就可以采收来煮来吃了 它们真的有些状态很不同 是呀, 每一个都不同 看着它现在这样成长 就是慢慢发芽生长 每一粒豆有生命的 接受了阳光之后 都要向你打招呼 是呀, 我就是觉得它很开心 是呀, 举起手 好像举起手 看, 很有趣的 你看, 挺漂亮的 有生命的 它还可以笑着 是呀, 我发现有少少笑容 就是这样看到它们的成长 就是看到神的燃料 其实都是荣耀神 我栽种了 阿波罗就囂灌了 谁叫它生长 是神叫它生长 还有, 圣经很奇妙 它说你不要羡慕妒忌的恶人 它们好像一棵青草 割下就枯干了 所以我们要像粒豆那样简单 以靠神 对呀, 张先生 你这样看着这么多农作物 你真是天天警醒 很开心的 你看这些串状成长这么漂亮 我们在家也做到 对呀, 不是很复杂 简单的 好呀, 没问题 张先生, 那我们开始了 是呀, 好呀 第一步之前 你还要留意种子 有没有烂 一烂, 好像这些烂了 就要拣开它 其实很简单 就是将这些豆 是 浸在水里面 4小时 好了, 那第二步做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将这些豆 放到沙基里 这里已经浸了 这个4个小时了 这个第二步就放在盘上 放平它 放平了 好呀, 接着第三步 好呀, 第三步 就加水到这个盘上 加到它满为止 那就不要流出来了, 当然 那就第四步来了 就是厨房纸 对呀, 盖住它 接着第五步就要噴濕它 对呀, 保持它濕 还有这个盘 就是要一天换一次水 早晚都要噴 嗯 水这个盘就要换 老婆, 放在阴暗的地方 不要让太阳晒到 但现在这里很空曠 当然在哪里呢 就放在纸箱那里 要不要盖上纸箱 当然要 因为那些豆 是需要在阴暗的地方 它才生长得好 嗯 如果你猛太阳 它生长得不好 纤维化 就比较老 很难照 要不要的 第七步呢 就等七日到十日 那就变成了这里 这样修程的了 请不要看 这是要最后期待的 最后期待的 你下跌撞 都可以自然而量 差一切 这件 它 地 曾sir教完我们点种七步解幽苗之后 还立刻煮解幽苗菜式 让我试试这份天赋创造的美味 曾sir 有没有试过和太太这样吃东西 有啊 是不是特别节日就这样庆祝呢 也不一定的 平时我可以在耕地上的野餐 真的很好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桌面的食物 这里看到我们豆苗有沙拉 有菇和番茄和红萝卜 有芝麻酱 是的 芝麻酱就可以了 这个是牛心蛋 豆苗菜和面包 这是一个很好的早餐 漂亮吗 漂亮 其实在抗疫期间 是不是要吃这些天然东西 就会抵抗力好一点 当然了 这碗豆苗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维他命C和无纳白素 对我们身体的康复也很好 沙拉也要拌均匀 不用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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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 够嫩 够爽 这几样东西刚刚一个很好的配合 很合适 是很合适的 是不是很新鲜 是的 豆苗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因为刚刚割下来嘛 你快点回家做吧 其实自己种东西 都是可以开心一点的 吃的时候会开心 因为自己的满足感很大 接着种那个过程 看着它成长也是很开心的 是的 可以说是解忧之道 是的 你也记得我们七天就可以有豆苗了 简单 安全 卫生 干净 营养 好地在家自己来栽培吧 但最重要是开心 记住 喜乐之心 乃少年入 做事就会有喜乐 那我们要在这里开幸福小组 要啦 那你们就这么好的环境 哇 阳光也好 空气也好 而且稍后要请教你多些 学中不同的人 一起啦 一起努力 这次疫情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 其中一个部分 我们呢就是 很少会出外旅行啦 因为呢 在隔离的政策 或者呢 大家想起要出外呢 就好像很难 因为要付很多的代价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 客旅人生这个观念 什么叫客旅人生呢 就是我们的人生 在一个时间的场合里面 我们好像一个旅客的心态去面对 经过每一站 最后去到他的目的地 很重要的就是 用一种什么的心态 以往呢 我们做很多制作都是在讲这一样的东西 很多时候在哪里出现呢 就是一些灾难的情景 好像最近呢 我们见到内地 有架飞机 那么呢就失事 画面里面见到很多的家人 是非常之伤痛 我们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都是很难受 如果我们出发 是由我们家庭开始 如果我们不能够再回家 无论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家人都好 那种的恐惧 迷失 痛苦是很大 全球都面对着一个疫症的时刻 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想 我们的人生 我们在这条路上 很多时候会遇到很多 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东西 那到底我们用了什么心态去面对呢 在这个时代 圣经给了一种智慧我们 他叫我们想一想 会不会用一种客旅的心态 去看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旅行一样 但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知道在哪里出发 而且我们将来要去到哪里 在圣经里面 约翰福音16章33节 他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圣了世间 今天我们说 无论我们要去到元宇宙 这个地方做一个虚拟 或者实体的去旅行 我们的人生 其实是有一位天父 带着我们去行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天家在我们的背后 教会就是我们一家 有同一种的信仰 有同一种的盼望 一班的人知道 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 离开世界 原来我们在永恒里面 是有一个家乡 这个家乡 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病痛 这个旅程上 我们遇到什么的问题 都不要紧 因为有一种的带领 有一种的保守 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怕 什么都不需要惊恐 或者忧虑 就算有一些突发的意外 但我们总会是一种暂时的相同 对长远来说 我们内心仍然是一种的平静 安稳 喜乐 即使人世间里面 我们面对很多的生离死别 但我们都可以互相鼓励 人生很多的事情 不在于我们怎么去安排 第五波的疫情 可能看着还有第六波 第七波 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会知道 今天我们好好地聚会 明天还可不可以 今天我们所出去的 正在做的事 好像圣经里面所说 我们都不知道 明天我们会不会好像云霸一样 其实是短暂出现 就不再发生 不再出现 如果你有一种旅客的心态 在我们的路上遇上任何问题 你都当是对你生命的一种培育 一种经历 一种让你成熟到 你可以去鼓励到其他人 帮助其他人 而我们又真心面对着 原来真实的处境 不是那么可怕 因为当我知道 有一位的主 他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家 而我在这个家里面 是有身份 我在这个家里面 是一班家人 和我们一起去面对 我们就有平安 而面对着任何的痛苦 任何的苦难 都是短暂 总会过去 过去了之后 原来是有一个新的希望 新的盼望 知道 其实都不是很容易 很多时候 为什么耶稣来到 去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真真正正要知道 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身份 和天父的关系是什么 当你认真地面对这一种的关系 他就答应了你 答应你 无论你去到哪里 你都可以回家 你是家里面的一份子 你是家人 家人之间 就有互相帮助 互相关心 互相接纳 无论你面对人生的任何一刻 即使去到元宇宙的时间 我们不能够实体 不过 在元宇宙里面 你都可以有个家 即使我们去到 乡村 很遥远的地方 好像真sir的余堂一样 其实我们大家有关系的 我们的心都是 同一个主 同一位天上的伯伯 所以真sir很愿意 将他有的教给我们 甚至乎他种到的东西 都和我们一起去分享 那些木瓜 就是可以和我们的同工一起去分享 我们很想真sir 去懂得的东西 和我们的观众一起去学习 在未来日子里面 无论我们是面对什么的情况 第几波的疫情都好 创世电视都是神的家 愿你都能够和我们一起 一起经历 一起成长 一起起 一起悲 任何的眼泪 都不再是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互相接纳 互相鼓励 在路上 终有一天 我们去到 我们主耶稣 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家 最后将《回家》这首歌 送给大家 我们欢迎麗恩回来 我们这个大家庭 因为先前黎恩 确认了新冠肺炎 很感恩 神带回来到我们这里 一起奏音乐 不如你分享一下 你在疫情里面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感受 疫情里面很害怕 怕自己病会累到家人都会病 很感恩 有很多人为我们祈祷 我们都很快就康复了 好啊 感恩 Kiv呢 在今次我们这个组合里面 是一个音乐总监 你要和我们的学员 去夹一些音乐上的配合 不如你又分享一下 今次很感恩的 就是因为 终于不是只有琴 我们有多两支吉他 都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呢 当要夹多几个乐器的时候 就一定要做一些 预先的准备功夫 大家不要壮阔 我和月天也有事先夹了 乐器的部分 大家一起大合唱的时候 都会比较好 我都很感恩 有这个机会 可以大家一起玩音乐 斯洛 你也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张斯洛 很感恩神给我 可以来到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第一轮的 唱出好诗歌大赛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 我们会送一首歌给大家听 回家 让你知道神是爱 在路上每一秒同在 可否接受这份信心爱 一生欢迎快乐精彩 回家将双吞放下看透组细芳华 迷失七刻钟他总把你念慣 回家正是新世代全然皆冰冷 在这屋里有处的爱 别再怕 但愿让你知道神是爱 在路上每一秒同在 可否接受这份信心爱 一生欢迎快乐精彩 回家将双吞放下看透组细芳华 迷失七刻钟他总把你念慣 回家正是新世代全然皆冰冷 在这屋里有处的爱 在这屋里有处的爱 别再怕 在这屋里有处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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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金钱或行动支持派饭盒给长者或露宿者 如果你是医护人员 可主讲网上健康讲座 提供抗疫物资 愉快速检测包、口罩 如果你是新冠病毒康复者 分享复原经历 如果你是确诊或病患者 请提供代讨需要 提供司机及接载车辆 如果你或者朋友 可以参与以上事工 请WhatsApp到抗疫专线 6478-7953 如果有感动奉献支持 万众抗疫齐解忧大行动 可透过以下方法 或掃描QR Code 看了各位朋友的分享 他们都是用自己不同的专场 去守护香港这个家 所以我们一家人要继续同心协力 帮助香港这个家度过难关 衍生集团全力支持 万众抗疫齐解忧 吉他相反顾 如果你 的理想 如果你 的理想 你 还不是 是有开心 或者不要여 lovers 你 Vienna die davon 你 的理想 你 你 的 理想 日本的시고 如今好久 你的褪蚁 你的複習 你的複習